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望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講 時光真的過得很快 我的節目出門時就是311的紀念日之後那天 真是想不到 311也有一段時間 好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因為現在流下來的蘇州期 也是在處理 當然是否這麼容易搞定呢 應該就比較困難 原來現在有條新聞亦令人抹了一把汗 原來南韓 這個混石穴 你知道吧 他就說沒有問題 跟有些人說一樣的 沒有問題,吃吧 吃吧 記得他吃 當他上次吃海產品 其實就是變相幫日本背書 那些水是沒事的 就是 他的總統辦公室 那裡只有一個星期 一餐 但是他貴人時亡 都不是每一餐都在那裏吃 扣除了一個星期 五日制的嘛 上班 可能你吃不到一餐的 所以你看 那時候媒體也沒有什麼 混石穴 像魚生 日本海產品的相片 那些流出來的相片 沒有的 是 其實 當然他吃的是南韓的海產品 因為他就說 日本這樣排水沒有問題 也令南韓的 漁民很生氣 想不到 這些合輻射的陰魂是不散的 原來南韓 食品安全機構也說 在原本計劃進口南韓的日本糖果當中 居然驗出是 放射性物質色 當然量很小 不多 不過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韓聯社也說 有關的糖果有122公斤來自靖江縣 根據檢測的結果 進口商已經取消了進口計劃 打回頭不要 究竟為什麼這樣 他又不說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放射性 沒有搞笑 雖然很微量 但是日本出口的東西 現在風頭火勢 搞這些東西 所以 這個很奇怪 這個真的令人覺得奇怪 因為你 怎樣都報導 如果 大陸 有一些糖果盡 出口 你這次糟糕了 糟糕了 你這次糟糕了 糟糕了 很小事 其實你不是應該掃完嗎 追回源頭嗎 可能正在做事 沒有嗎 不是正在做事 南韓媒體輕描淡寫地說 進口商 取消進口計劃不買了 退貨就算了 你這批驗途車 其他呢 如果大陸那些東西 西媒還不發財 不經不覺 大家知道不經不覺 311 已經發生了這麼多年 2011 是的 還有一則新聞 挺特別的 是什麼呢 東電強化防止福島 一核港灣內 魚群愛遊 他本來是 弄了網 現在他還要強化網 為什麼魚群 這麼怕他愛遊呢 其實去年已經弄了 很少人報導 去年九月份已經弄了 其實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心虛 之前不是捉到魚群的樣子很怪異 有些 南韓媒體 有些不是全部 亦沒有證實 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是福島的問題 但是 他們這樣靜靜地拉網 當時九月四日 到時候 漏夜把港內的魚全部 大量地拿走 其實 很多 當地媒體說 這麼神秘 這麼可疑 為什麼突然把網內的魚全部拿走 是不是滲去 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他也擔心 第一件事 擔心 真的撈到一些怪魚 人家就會說是福島出事 第二件事就是 也擔心那些魚去其他地方 繁殖什麼的東西 有些怪怪的東西出來 老闆 你擔心那些魚 但你擔心不了海水 是的 海水是流動的 你說得對 它流過去 流去哪裡你控制不了 原來共同社也說 為了防止福島第一核電站港灣內 棲息含有高濃度放射性息 為什麼我們兩條新聞說在一起呢 就是剛才靖江縣的糖果有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放射性 物質是色的 你又不調查 其實你 起碼都說那家是什麼公司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些 放射性元素 會有污染 你說是不是 原來 他們也說現在 那些魚 擔心他們游到外港 所以冬電也是 放了內用性更強的網 東電之前已經擺放了網 但是曾經 曾經出現福島縣近海 射貨船 那些魚驗出色活度 超過國家標準 導致 停止出貨 當地就要求 有對策 原來對策就不讓那些魚出來 但是你排那麼久 排那麼大和排那麼久 有用嗎 最多是在 附近那一帶的魚 原來 那網牆大概500米 為主了港灣內1到4號機種 取水口周邊 之前設置的網採用 老化較快的 醉月稀材料 今次就是用 醉脂丹斯化 簽制造的 這個網 原來 最久可以用多少年呢 20年 20年都不夠 你排水30年長吧 30年 你看 你一提到排水的年期 大家都沒有信心 老闆 30樓 而且去年很神秘 後來翻查資料才有日本媒體報導 去年 他剛剛排 核污水 第2個月 8月排 沒有記彩的 是不是8月 好像8月 就是在福島海域發現了大量拉網 所以當地媒體也相當好奇 夜間也靜悄悄地把網內的魚撈走 這些漁船也沒有任何標識 也沒有向 相關部門申報的一些 中跡、痕跡查到 究竟他們做什麼呢 其實 當地的人也很好奇和擔心 為了揭開這個謎團 後來也有記者去明查暗房 我們知道 福島 核洩漏事故後 冬電 一直處理大量的核污水 這些污水是用來冷卻 溶毀反應堆 以及 燃料棒 但是其中有多種 是 你知道 是放射性 物質好像川 色137 以及 C90 還有是 點129 冬電就說已經去除了 只是剩下村 不會對人體有任何的危害 但是這種說法也有很多專家質疑和反對 因為沒有人試過排那麼多和排那麼久 當然 你說中國會不會後來跟他們談 你看到其實 這幾個月也有聲音放出來 跟中國談一談 那些政策 大家可否有一個一起監管 我覺得最後應該可以談得到 我覺得最後應該可以談得到 不過我有條新聞 我們不怕說 因為 這個 日本媒體 就說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發現中國官方網站的資料 包含 22年中國核電 站 所排放的 廢水 它的放射性穿 原來他們就說 跟這個幅度比 最多高他們九倍 會這樣說 OK了 當然 你記住日本媒體說和 台媒當然幫他發 台媒 你知道 現在 他這樣說 有沒有發覺 歐盟很少說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技術是歐洲的 哈哈哈 記得有些技術來自法國佬 他也可以說我的技術沒有問題 只是操作的時候的東西 好了 他既然這樣說我們 看看 看看 可不可以博 那麼 究竟 這個數字 是怎樣的 因為他們之前就說過 之前就說的是陽光核電站 2021年 這些 息出濃度 很高 這是之前讀賣新聞也有說 但是 你要記住 其實中國官方和很多專家都說過 中國現在排出來的 是一個 正常運作的 核電站排出來的水 是的 從本質上來講 日本福島核電站 洩漏 不是 沒錯 其實說過很多次 其實他們 是偷緣概念 你也是有驗到的 但是你要記住 還有其他東西 日本核電站 洩漏 的冷卻水 根本沒有辦法 跟一個正常的核電站 運行的冷卻水 是一同比較 也算是排出來的 但是其實兩本質上是不同的 因為福島核電站 核洩漏冷卻水 核洩漏冷卻水是 參與冷卻 核電站 核心 核燃料 這個燃料棒釋放的 輻射熱能 是核能接觸第一 這一套 冷卻水系統 亦即是 是直接經歷了 核輻射的水 其中不單只是穿的濃動高 甚至 都有可能含有放射性的重元素 而正常溫行的核電站 並不會釋放這些水 即是他只是抓住穿這件事來講 他只是抓住穿這件事來講 但是兩種水是不同的 你記住 那些洩漏水是參與冷卻核電站 核心核燃料棒釋放的 輻射熱能 即是你記住 即是直接經歷了 核輻射的水 但是正常的 好像中國現在的正常核電站 他不是的 他不會釋放這種水 他是被封閉到 核能釋放區的第一套 水冷設施 當中 他吸收了核能熱量之後 變成蒸氣 推動發電運作 之後進入冷卻塔 重新變成水 再去核能熱量區 受熱變成蒸氣 是這樣 循環地往復的 作為核能動力發電的 介質使用 一般情況下 這種水 是不會排出來的 但是 正常運轉的 核電站 還有 有第二套 冷卻水系統 即是 就是 冷卻水 降溫的水 這些水 主要輸入是 冷卻塔 當中 令到 冷卻塔 變良的 是 第一套 冷卻水降溫 就是為了維持整個核電站的熱平衡 所以 這套冷卻水並不會進入輻射區域 兩樣東西 亦不會跟第一套冷卻水有直接交流 理論上 幾乎是沒有核污染 當然有時候 有那種元素也不奇怪 但是 你記住 你那些 是直接 是直流交流 你記住 福島是直流交流 中國 有兩套 總之 一套正常運行的核電站 排出來的實質是不同的 和你不同的 當然 一樣 一樣 證明了你沒有科學常識 所以 正常運行的核電站 可以排放的冷卻水 是不能夠和福島核電站現在用在 你記住 是核洩漏冷卻水 這個是不可以 是直接比較的 兩者是分屬於兩個水 是兩個水冷系統 並不屬於一個回路 當然這個台媒 教會什麼說真的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真的那麼嚴重 應該是 中國應該都被人制裁了很多年 是嗎 為何你又要把 福島整個網 網內的魚都被捞了 那麼怕別人知道 為何呢 所以日本 當地的漁人為你 是否心虛 你冬天是否心虛 是否心虛 大家心裡有把情 我覺得是 如果不是為何漏東西 還有很搞笑 水是流動 魚是走不了 而且 為何 大家 如果真的有科學精神 你就應該想一想 因為之前沒有人排那麼長 和量沒有那麼大 你真的有科學精神 那些科學家 中國不說科學 其實真的有科學精神的人 應該對於未知的事 反而是擔心的 是嗎 他又不是 反正布林肯說沒事 麻生太郎也說沒事 我們想問一下 為何馬來西亞 泰國也說要認真地檢測海鮮 影響很長遠 放射性的東西 有些是 三、四十年前的 核肆 遺留下來的影響 過百年都可以有 放射性就是這麼誇張的東西 還有最搞笑的 自由時報都會說 這是中國官方放出來 在你眼中這是獨裁政權 他有沒有這麼蠢說出自己的蠢東西 他說老共很蠢 習近平很笨 說句老實話 都是14億人的領導人 我覺得如果好像口中那麼笨 應該早就推翻了政權 是嗎 唐鳳說的 是嗎 說他放些資料過對岸 對岸就可能會有 這個政權的更疊 說場內的 中國民眾會看到民主就會奔向自由 好像沒有 是嗎 我覺得是這樣的 每個地方 有他們的一途 你經常逼人 其實很多國家你都看到 中東某宗教世界 你永遠都做不到 而且反彈很大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